今天独立在线的要来跟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的娟如一起来联线 娟如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娟如今天要对我们台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环境议题 就是位于台东山源湾的大型饭店的开发案 山源棕榈滨海度假村 在12月6号的时候进行了环境差异分析第6次的审查 那这个案子的还评呢 早在11年前也就是民国91年的时候就通过了 动工 在今年5月的时候我们拍了非常多张像这样子的照片 就是他们正在施工的照片 这个案子的还评是在5月9号 就已经在5月的时候发生他们先动工整地的事件 所以让在地的居民跟环保团体都非常的紧张 认为这个呢是美丽湾度假村的翻版 嗯的确这个美丽湾度假村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担忧 也很多的环保团体或者当地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呢 也积极的投入这个去阻止这样的一个饭店的这种营运 当然这也被判这个法院判说这个环瓶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环瓶的这个结果 或者他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三元中旅滨海度假村呢 他占定有26公顷 房间数有550间 那是美丽湾度假村的5倍大 那他又位在是美丽湾度假村 斜后方的山坡地 是以美丽湾为中心 当地呢有5个观光饭店开发案当中的最大的一个 那这样的一个开发案对当地的原住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天呢在环保署呢 这个赤铜部落的阿美族人林淑林呢 他有到现场他就提到说 这块地区呢也就是中旅度假村这块地区 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 那也是各部落的牧牛区以及狩猎区 可是呢从这个60年代 其实从更早之前日治时期就有第一次开发 60年代到现在呢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开发 就是以财团以观光发展度假村的方式来进驻 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原住民的土地传统领域呢 只有流失的份 像赤铜部落的也是旅北族人 也是人民火大行动联盟的拔奈也有到场 他说到呢海是他们的冰箱 土地呢是他们的菜园 那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破坏原住民的生活领域 那土地是原住民的生命根源 所以土地流失呢就等于落化部落文化的主体意识 我要特别提高的一点是说 为什么说土地大量流失 因为土地私有化的关系 其实才有办法让中里冰海或是黄金海 都假村的这些业者 早期都是先以个人名义在这个地方购买土地 他们在这里购买土地 然后让当地本来是在牧牛的 或是在实在工作的人 就因此没有了工作 所以这变成是生活形态的转变 而要外流到大都市 中里边海岸度假村 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切的议题 特别是刚刚提到了当地的原住民朋友 也指出这对传统领域是一种破坏 也对山林对海岸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损害 除了这样的一种迫害之外 那其实目前这个度假村的施工的情形 是不是有一些违法的状态 中里冰海度假村在今年5月的时候 被当地居民发掘在整地跟灌江 那居民赶快拍照来举报 这个环保署的督察总队 后来证实这个案子的确是违法动工 依据环平法第16之一条 可以对业者东和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来暗日连续处罚 30万到150万不等的罚还 那虽然环保署这个督察总队 还没有签和这个罚还出来 但是在他们在环差会议当中 已经有说明这个业者违法的事项 可是业者这边呢 他是说因为他们的水保执照 也是三年没有动工就会失效 所以他们还说到 他们是忍到最后一刻 不得不动工 也是经由水保局来同意 可是呢你就看 其实环平这边是违法的 可是水保局是同意的 水保局跟环保署这两个单位 是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横向连结 让业者这边呢其实也无所适从 嗯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到底对当地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刚提到就是阿美族人有提到说海跟山嘛 都是他们的传统领域 尤其是海的那个影响的状况 会比较严重一点 当天呢这个环境资讯协会专案执行的许慧婷有到场发言 他说他们呢以中研院来做这个珊瑚礁体检 发现这边呢就是美丽湾外围的一个中郊样区 活珊瑚的覆盖率是逐年下降 那离美丽湾最近的这个样区 活珊瑚的覆盖率从2009年的40% 降到去年只剩下27% 是很明显的下降 那中旅滨海度假村呢 这个建设的基地呢 刚刚提到是在山坡地嘛 虽然不是在海边 可是它是在一块二地 叫做立体混同城 跟那个越世界的地很像 它的土地是很容易被侵蚀 泥沙很容易就是随着水流就到海洋 那如果这些泥沙覆盖在珊瑚礁上面 是很难用人工来做这个补救措施 另外还有像水的部分 台东呢是很缺水没有水库 很多居民是接山泉水来使用 那中旅度假村呢 500间的房间用水到底是哪里来呢 业者呢有说明 就是他们有新闻请自来水公司来说明 从台东市要加压过来 可能会花到4700万 那交通部呢 评估都兰湾这里呢 经由环平核定的这个饭店开发 加起来刚刚提到5间 共有1500间的房间 可能会跟居民有抢水的状况发生 嗯 这其实在当时反对美丽湾新建的时候 就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美丽湾一旦新建成功了 那其实整个东岸的这个沿海 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饭店来这个新建 那我们看到这也提到说 哇有5间饭店会来跟居民抢水 那是这个抢水的结果会是什么 对于当地的居民又会造成什么样影响 其实一个饭店可能还好 但5个饭店集中在那边 你就是想象对环境的冲击一定会很大 那地球公民基金会花冬办公室的研究员 黄斐月呢到场也有发言 他说呢政府应该要对这个 整个开发案做一个整体规划 否则可能会变成这个海边版的清净农场 那他们有呼他们集体呼吁呢 环保署应该退回这个开发案 那交通部跟营建署应该来思考 花冬开发的这个总量管制跟整体评估 刚刚提到可能会有抢水的状况 有可能会发生 那营建署来管辖的这个花冬沿海保护区 其实呢也只是公告一个范围 就是一个很狭长的地形 那这边是保护区哦 可是却没有一个实际的法规来限缩 土地变更过程其实还是一样的宽松 所以保护区等于是形同虚设 是没有保护可言 毫无保护可言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求退回今天这个案子 让交通部有时间重新做整体的评估 第二个就是当然要求交通部 赶快做出整体的评估 那第三个就是呢 这个这些开发案其实都全部位于 位于花冬沿海保护区 这个是银建署所管的一个沿海保护区 刚刚Jana也跟我们提到说 在之前也做过像环差 或是环评的相关的这种评估哦 那我不晓得当时的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会议所做出来的这个评估的报告 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的结果又是怎么样 这次第六次审查呢 这个环评委员当中有提到说 开发业者提供的这个海域跟陆域的生态资料 都是三年以前的 太旧了 这完全是不可 没有得参考的 希望他们可以提出最新的资料 所以这次呢 而业者还有提到说 他们废水可能会回收 然后浇灌于这些植物上面 可是委员呢 就说你浇灌还是会经由地下系统 就像海洋 然后照样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珊瑚生态 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废水处理还是要再思考 还是要再多做一些思考过程 所以呢 这次第六次的环差审查结论呢 就是业者还要普见再审 所以可能之后还会有相关的 棕榈滨海度假村的讯息 会跟大家再来分享 台湾虽然不到 但是它有非常美丽的海岸线 那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海岸线 如果盖起了一栋一栋的水泥房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对海岸的破坏 对生态的破坏 也是对景观的迫害 更重要的是对台湾的原住民族 传统领域的一种迫害 那今天非常谢谢娟如来跟我们连线 告诉我们这么重要 而且这么严重的一个讯息 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 非常谢谢娟如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事才能了结啊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独立在线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爆爆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 淡江大学学费调整相关抗议事件 淡江实践大业和世新等四所私立大学 日前向教育部申请调整大学部学杂费 除了大业大学撤回申请外 其余三所大学以淡江为例 最高调幅到1.5% 12月17号淡大社团五虎钢社 十多名学生在行政大楼前召开记者会 公布千名学生返掌学费的联署成果 并送陈勤书到校长室 出面接受陈勤的淡大秘书长徐定基表示 目前校方不打算撤回调长申请 五虎钢社社长周孟宣哲说 并非只有淡江有学杂费收入 不足以致应相关支出的状况 但应该透过教育部补助 或向外募款来解决 而非提高学费 继续是桃园航空城计划 后续相关抗议事件 预计征收土地3700公顷 破千8000户的桃园航空城计划 即将在12月24号送大会审议 破千在即 17号航空城自救会百位民众前往行政院 提出审议程序草率 与用地需求评估不实等计划不合理与违法之处 要求行政院立即撤案 桃园在地联盟潘中正指出 今年1月交通部才委托经济部制作产业规划 及招商计划 而直到7月 经济部才开始进行招商策略规划的研究 整个计划案根本是以碰轰的评估数据为基础 这就会将沾有红色墨水的纸飞机设向行政院 象征航空城计划若详行通过 将毁家灭村 沾满人民血泪 航空城自救会总干事专宪章说 居民的家园即将被征收 但政府至今对区段征收后抵价的位置 换回评数等问题 却都还未清楚说明 最后是浦安堂强制拆除相关抗议事件 12月16号上午 新北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浦安堂拆除 现场法院执行官科智荣 要求新庄慈佑公与浦安堂进行最后协商 但不为慈佑公所接受谈判破裂 柯智荣宣布依照强制执行命令执行 但给予浦安堂三天搬移物品的时间 但慈佑公却拆了浦安堂山门外的牌碑 引发声援者不满 爬上台碑与警方发生冲突 18号浦安堂即将面临拆除大线 当天下午浦安堂李荣台带着日前 招新装持佑拆除的捐款台碑 前往文化部展开绝食 要求文化部依法在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时候 代行处理 指定浦安堂为文化资产 而文化部文资局表示 将了解之前新北市文化局文资审议有无瑕疵 19号将提前召开中央文资审议委员会进行讨论 以上新闻是有钱一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